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美人至今让人魂见梦绕 陈美琪当年因为新把娘子传奇中小青一角红遍大江南北 陈美琪从小就长得机灵 所以在16岁就被招进TVB做演员 也许是过早开始工作让陈美琪对于豪门有了追求 富二代马清伟对陈美琪一见钟情随后展开追求 陈美琪便嫁给了马清伟 而那个时代作为富二代哪怕都知道她已经结婚了 还是有很多女人想贴在马清伟身边 马清伟则是风流成性 婚后马清伟有很多绯闻 哪怕陈美琪已经怀孕了 马清伟还与关芝林打得火热 让怀孕的陈美琪为了孩子忍受 而陈美琪的忍受却让关芝林更加嚣张 关芝林直接打电话给陈美琪各种炫耀与马清伟度假 或者是马清伟给她送什么名牌礼物等等 甚至关芝林还骂陈美琪是不会瞎蛋的鸡 以及全香港没人敢去 这些话让陈美琪动了胎气流产 而且导致终身不孕 因为这件事陈美琪离婚黯然了很多年 陈美琪在离婚之后选择提升自己 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还与带着两个女儿的心上永结婚 婚婚也过得非常好 丈夫与女儿都很喜欢她 而且陈美琪在路过山西的一个垃圾堆 遇到一个弃因 陈美琪选择带回家 这个孩子有先天性脑肌水和先天性脊椎爆裂 而陈美琪一心为这个女孩治疗 如今也差不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如今的陈美琪家庭幸福 也常常被邀请参加节目 希望陈美琪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吧